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游乐场作为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一直以来便饱受追捧 尤其是像迪士尼这种全球知名的大型游乐场 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子 都无法抗拒它所带来的诱惑 然而随着商业化现象的加剧 我国的很多大型游乐场也都变了味儿 不仅门票很贵 里面的物价更是贵得吓人 有些甚至连自带食物都是不贵的 不过在印度却有这样一家 山寨迪士尼非常火热 虽然票价物价都非常亲民 但一般人却表示在里面欣赏不来 这是为什么呢 这家在印度火热的山寨迪士尼 便是坐落在塔米尔纳杜邦青奈市的 Diri World游乐园了 如果读快一点的话 这个游乐园的名字就会被误听成迪士尼乐园 也正是因此很多人在听到了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会误以为是在说迪士尼乐园 除了名字有点山寨的意味以外 这座游乐园的内部 也有点像低配版的迪士尼 无论是摩天轮还是过山车 都像在模仿迪士尼的一样 只不过模仿的并没有那么成功 相较于真正的迪士尼乐园来说 里面的游乐设施多少有些低配感 就连彩绘的迪士尼卡通形象 也缺了那么点惊奇神 然而即使这样 前来游玩的印度人却依旧玩的不亦乐乎 毕竟这里的门票价格非常的亲民 不过话说回来 游乐园里也不乏一些印度当地的特色 在游乐园里随处可见的玩偶 都会不时的跟着伴奏 跳上一段印度舞蹈 虽然印度人对此非常热衷 但一般人却表示欣赏不来 对于这样的山寨迪士尼 大家有没有兴趣去看看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